台东目前是台湾本岛唯一没有登革热确诊病例的县市 9月4号上午在县府广场 台东县长黄建廷率领环保卫生等县府一级主管 为预防登革热做宣誓 提醒所有的台东的乡心 大家一起来注意这个登革热的这个防治 因为这个不是靠我们县政府 或者靠我们在现场的几个人来做就够了 每一个人要从自家周围的环境 大家努力来做清洁 县长黄建廷率领县府一级主管 巡视台东市区民众的居家环境 提醒民众可以利用周休二日 骑除轮胎 瓶瓶罐罐等 容易直升登革热冰梅文的积水容器 以及整理居家环境 建议民众尽量避免去疫区旅游 黄起来采访摄影